随着这泡妖 作声煮光照 纵任奈鸟笑 纵阳变西点 四方强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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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今天来到参加慕迪港众恩堂 主日崇拜聚会 现在崇拜开始 请我们先低头蜜土 墨土完毕 请听孙照的经文 是记载在诗篇第九十六篇 第一至到第三节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清重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文中述说他的歧视 现在请我们一同来为崇拜 天上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神 你是掌管全地万有的大君王 你又是那位拯救万文的救主 当我们今天 一帮蒙你自己拯救 你要脱离黑暗 进入光明的儿女 我们来到你的殿的面前 我们要歌唱你 我们要颂扬你 主要是因为你的救恩奇妙 临到我们这帮罪人的身上 让我们今天 我们愿意来到天天传扬 你们的救恩 来到述说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恭敬将今天的崇拜 仰望在自己的手中 求你临在带领我们 我们这样同心献上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然后我们会以荣诗歌 来和他敬拜 赞美我们的神 大地众赞宽畅 赞美你明知 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 满足万国高昌 赞美你明知 从永远到永远 你超过朱天 随你以爱 则不到转贵像你 随你以爱 则不到更美明知 随你以爱 并没有没有别明 可以配受权兵 赞美以及崇经 圣洁获得荣耀传属宁 大地众赞宽畅 赞美你明知 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 满足万国高昌 赞美你明知 赞美你明知 从永远到永远 你超过朱天 随你以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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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转贵像你 随你以爱 找不到更美明知 随你以爱 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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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明 并没有没有必明 可以配受权兵 随你以爱 随你以爱 找不到更美明知 随你以爱 并没有没有没有必明 可以配受权兵 赞美以及崇经 圣洁获得荣耀传属宁 随你以爱 随你以爱 并没有没有没有必明 可以配受权兵 赞美以及崇经 圣洁获得荣耀传属宁 在干汗无水之地 我可慕你 在旷野无人知足 我寻求你 德旧在乎归回安息 德里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 如银沾翅相腾 在干汗无水之地 我可慕你 我可慕你 在旷野无人知足 我寻求你 德旧在乎归回安息 德里在乎平静安稳 德里在乎平静安稳 主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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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枝枝 与葡萄树 静静相连 主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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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你都圣著群 的父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 如银沾翅香腾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同之子与葡萄树 紧紧相恋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零收生命 活水全圆 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同之子与葡萄树 紧紧相恋 住在你里面 留在你里面 零收生命 活水全圆 永不枯竭 入口也生命 永不枯竭 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 为奉献 来献上祷告 神亮我们知道 一切美善的恩赐 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都来赐给我们 尤其是我们在生活上所需要的 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的事工上有份 我们今天愿意来去呈献 奉献我们的金钱 愿你亲自来使用月纳 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 仰望 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以下是读经 今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 《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一至到第十八节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梦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写了自己 当作轻香的贡物和祭物献与神 至于淫乱 并一切污蔑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 连提都不可 方合圣徒的体统 淫慈 妄语和欺笑的话都不相宜 总要说感谢的话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是污蔑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内 都是无份的 有贪心的 就是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凶 因这些事上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伴亦之子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从前你们是暗媒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见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 诚实 总要察验 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媒无益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都要责备 行者是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 也是可此的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照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照明的 就是光 所以主说 你这碎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们要谈慎行事 不要仗愚昧人 当仗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此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以下会有本堂 堂主任万德康牧师 来到港导 他今天的讲题是 桃尼黑暗 好 兄姐妹 平安 好 兄姐妹 平安 在下面的时间 我肯求你猜显真理的灵 运行在我们当中 特别求你 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顾虑和障碍 帮助我们能够听得到你在圣经里面要对我们讲的说话 特别求你用补血遮蓋你的仆人 叫人的软弱 不会拦掉你话语的宣讲 愿讲的听的在你面前同蒙恩惠 多谢你 谁听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 圣明祈求 阿们 兄姐妹 今天我想和大家继续查考以读所书的第五章 承接着上一次我们的讲道在以读所书第四章结尾的部分 那个主题是 脱虚救人 穿上身人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身份 以前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 我们未认识神 我们有一种生活的模式和行为 但是今天我们有了新的身份 我们恩着福音 我们生命被改变 所以我们应当穿上身人 不单止是我们的名称改变 我们要在行为上活出一个和我们相称的生活行为 保罗提到我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在五章 接着就说了 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这是新的身份 我们是一个蒙慈爱的神的儿女 我们就应当 它说应当 凭着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写了自己 当作兴向的共物和祭物 便于神 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是祂的儿女 所以我们学校的榜样就是耶稣 那耶稣是怎样的呢 耶稣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一种 牺牲的爱的生命 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献上成为一个活祭 在十字架上流血写命 洁净了我们 释放了我们 从黑暗里面 从撒旦的权势 罪的捆绑释放出来 今天我们成为神光明的儿女 我们应当活出一个和身份相称的行为 保罗用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特别在五章的第八节 五章第八节可以说是这段经文的重点 圣经说 从前你们是暗媒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我们行事为人不单只是我们的身份 包括我们的思想有诸内形于外 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心思 以至有新的意念 同时我们应当有新的行为 光明和黑暗在这里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 然后我想和大家一起看的就是 《叶佛所书》第五章 三到第七节 保罗特别在这里提到 光明子女的行为应该是怎样的呢 他就在这里这样读 他说 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蔑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合圣徒的体统 他说 神的乙女有那个体统 有个身份的 这个身份有一些叫做合宜的 或者不合宜的行为 英文翻译为improper 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就improper 就是不适合 不恰当 不对称 那什么叫做对称呢 他说以前你的生活 可能是活在淫乱污蔑贪婪里面 但今天这些应该拿走他 那些是不恰当的 那些是不认识神的时候 在罪里面的生活模式 和这个世界的文化潮流 但是这个和天国无关 这个不是天国的生活方式 这个只不过是地上面社会的模式 淫乱就是 英文是sexual immorality 意思是说是性的不道德行为 污蔑就是any kind of impurity 不干净的 在神眼中神是圣结的 所以一切这些事情都叫做污蔑 是不干净的 又包括跟着就说贪婪 贪婪是什么呢 在上面的四章十九节就提到 贪行种种的污蔑 以前我们有一种的贪心 我们很喜欢做那些欲体的事 那些在神眼中看为污蔥的事 那些是性的不道德的事情 包括我们眼所看 意所听 口所说的 都是神不起悦的 所以到第四节就说 淫慈妄语 欺笑的话都不相宜 总要说感谢的话 在这里简单来说就是 你应该从你的心思 所以你连提也不要提 你心里面不要提这些事情 不要想这些事情 然后你的口不要说这些事情 以至你慢慢能够完全被洁净过来 我们有一些食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就是有三只猴子跪在这里 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动作 一只猴子 就是把两只手掩住口 另一只 第二只 就是把两只手掩住他的双眼 第三个 就是把他的手掩住他的耳朵 我们就叫做非礼物言 非礼物事 非礼物庭 这个是中国人传统里面的道德价值观 非礼物言 不合礼仪的 不合规礼的 就不要说 不合道德规范的 不要去看 不合那些道德的行为 或者是任何的事情 你听也不要去听 免得他污染了你的心思意念 所以这三个猴子 是很有意思的 有些人就放在家里面 提醒他们 不要犯了这种不好的事情 在第五节 《以不所说》五章五节 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是污蔚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 是没有份的 有贪心的 就和拜偶像的一样 所以他提到很重要的 原来神的国度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公义的神 一切的不洁的 污蔚的 情欲的 败坏的 就是这个世界 有人一书就说 世界是什么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财富的迷惑 今天人生里面 每一个人都受到三方面的挑战和试探 权力、金钱和盛 这三方面 令到所有的人都差不多 都在这三个的难阻 或者试探的里面都会 撕横遍野 真是血流成河 今天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圣经就说 千万不要给这些人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第六节话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 气红你 不要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这个世界的潮流说 没有所谓的 没有所谓的 做这些有什么所谓的 人人都是这样做的 食色性也 这些有自然的事 做这些有什么问题呢 中国有一句信口鸟 就是说 你来了没有 以前有很多人 信口鸟就是说 它是一些俗语来的 大家见到面 在饭局上 就会问 来了没有 不是说你出席了没有 而是说你来了分别 他们就说 这么久都没有离婚 有没有搞错 你这么勾 其实这个潮流就是说 好像 婚姻已经是一件衣服 最少可以换的 换个衣服 换个身的上去 变成了这种价值观 已经影响着家庭的体系 论理的体系 人与人之间的体系 这个绝对不是 基督所说的爱心的行为 爱的行为 我们要凭爱心行事 爱是什么 简单来说 爱是不会加害于人的 你不会伤害自己 也不会伤害别人 而这些事情 淫乱污秽的事情 是不单止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别人 所以 所以 保罗提醒 不要被人欺骗你 说这些无所谓 这些在神的眼中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神的愤怒 神的审判 会临到叛逆之子 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说 保罗将一种很重要的 道德价值观 带入这个世界 他说在神的里面 要重新 将这个世界的潮流改写 重新回到神做人的时候 那种的圣结美善里面 这个是圣经里面非常强调 我想和大家看一段的经文 就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这段的经文是提到 圣灵和肉体在这儿交战 人的肉体和神的灵 在我们里面打仗 所以在新日本就这样读 他说我们应当顺着圣灵来行事 如果我们已经是蒙拯救的光明的儿女 我们要顺着圣灵行事 我们就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 因为肉体的私欲是跟圣灵敌对的 圣灵也都跟这个肉体是敌对的 两者是互相敌对 使得我们不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第十八节 但你们如果被圣灵引导 是由圣灵掌控着 耶稣是你的主 圣灵是掌管你的生命 你就不在律法底下 第十九节就提了 肉体所行的事显然易见 就如淫乱污蔑邪荡 拜偶像行邪述 仇恨真敬忌恨憤怒 自私分党结派 妒忌醉酒荒烟和类似的事 我从前早就告诉过你们 现在有事先告诉你们 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要跟大家特别看的就是 行这些事的人这个行这个字 很多人说 这样说 有哪一个人能够入到天国 就算基督徒我信了主 知道自己现在在基督里面 我们有时都会跌倒软弱 特别这几样的试探 有哪一个人不会跌倒呢 我们有时的所谓熟灵的状态 都有高有低 有时真的会软弱 我们真的会受影响 难道我们就没办法能够入到神的国吗 我在这里解释给大家 这里的意思是说 那个动词 特别在行这件事 即是不做这件事 在原文的语态时态里面 是用一个叫做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意思是叫做现代进行式 说的是 那个动作是不断不断进行 不是一次过 它不是past tense 它不是你做了一次 基督徒有时受试探软弱 跌倒了 我们醒了之后 我们悔改凝聚 我们就努力靠着主恩典 我们就停止不再犯 所以我们的生命 应该是一条斜的曲线 一路向上的 基督徒生命应该是一路斜上 有时我们不小心软弱 跌倒下来 但我们仍然靠着神的恩典 上回去再上 有时又会再跌一跌 又再上 又再向前走 这个应该是基督徒生命的常态 但如果你说 他不断在这样波浪式 平衡地来到一条波浪文 要小心 如果你发觉这种事情是不断做 不断做 没有办法摆脱 不断不断做 这个圣经里面就说 这种行为 不断这样犯的时候 不断做的时候 就表明这个人 他的生命没有给神掌管 他其实仍然是受肉体掌权 是罪仍然捆绑他 他没有经历真正的释放和自由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这一类的人 包括那些不认识主的人 或者称自己为基督徒 但是没有完全真正脱离那种捆绑的 他说他们不配进神的国 他们在天国里无份 所以这个是严重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说 这个在神的眼中非常严重 我们千万不要给这样的事情来骗我们 有些人就说 没办法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基督徒难道不会犯罪吗 我就是这样 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 神会宽恕我的罪 所以保罗就提 他说甚至在教会当中 有人都会这样说 他说神的恩典遮盖一切罪 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了 在早期教会就出现过这样的 异端的教导 他说身体无所谓 我们的灵魂才重要 所以身体无所谓 只要灵魂被主结淨便可以 这些叫异端 这个是洛斯底派的主义 侵蝕了教会 所以保罗说 这个问题不仅当时是这样 今天也是 今天可能在教会里面 有人夸耀不断说 神的恩典 普救论 没什么所谓的 神宽恕了一切 所以你犯什么都没问题 所以保罗就提 不是的 难道我们可以犯罪叫恩典显当吗 断乎不可 所以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的人 我们应该脱离了这些事情 好 今天我这里特别提醒 所以保罗说千万不要和这些人合夥 这些人包括什么呢 未认识主的人 或者相信犯罪没有后果的自称为基督徒 这些你都要很小心 所以面对他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我想跟大家看另一段的经文 来明白这件事情 比特前书的第四章 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 恶欲醉酒荒厌群饮 并可护拜偶像的事事后已经够了 他们在这些事上 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道的路 就以为怪 委批你们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着 所以保罗又说 使徒比特又说 说回同一个真理 叫我们千万不要和这些人同流合污 濫交朋友会败坏你的灵命 这些人可能是你以前的说得不好听 叫做猪朋狗友 这些人会再一次见你信了耶稣 会笑你尽他能力 拉你回头 走一条旧路 他说你千万不要让他这样做 跟他走回以前那条路 要不然你就像《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提到 他说就好像那些猪洗干净 又回到泥里面打滚 那些狗吃完东西 他吐了出来又再吃过他吐出来的东西 那就很骯髒 不行的 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圣经提到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要交着 刚才我提到的时态那种行为 他说的是不断不断发生 意味着是一种惯性的习惯 这种叫做坏习惯 或者叫做沉溺的行为 今天这个世上充满了被罪捆绑 而沉溺在坏习惯的人群 有些是很明显看到的 有些是隐藏看不到的 但是这个也是今天普世会发生的事情 我用一个哲学家 十九世纪德国的一个 叫做悲观主义哲学家 叔本华 Albert Swappen Howard 他就对人生这样看悟 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他说人类的生存的本质 其实是什么呢 他说人生即欲望 人生唯一的就是欲望 当欲望得到满足 他说当欲望得不到满足 那人就会觉得很痛苦 但当欲望得到满足就觉得很无聊 人生就像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如果解释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位哲学家认为 他觉得很悲观 人生很苦 他说人生存的本质 人的本质就是欲望欲念 似乎对他来说人没有灵性 人唯一就是欲望 食息性也 他说当欲望得不到满足 他就很痛苦了 欲望的对象一旦被人拿走了或者消失了 可怕的空虚和苦门就会侵袭 他在转信之间会冲来 他觉得很空虚 然后他又用尽一切方法去暂时满足这种欲望 但是满足之后他又会觉得很不足够 好像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孔 所以人生在罪里面就是心灵里面有一个孔 隐隐作痛 这个隐是一个隐 这个隐在不断来牵制住他隐隐作痛 沉溺这种行为在今天其实在精神病理学上面 称它为冲动控制的疾患 英文就叫做impulse control disorder 是他控制不了自己 指对某种行为或者某种物件的欲念 他失去了那种自制的能力 过了界了 以至会影响他日常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功能都受到损害 心理学者就认为当这种事情 质与量超过一般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就叫做沉溺 他不断不断做某些事情 就变成沉溺 好像一个捆绑那样 那些沉溺者对他所沉溺的事情 会日思夜想 充满了焦慮 他的行为欲罢不能 纵然知道这些行为会带来不好的后果 良心的杂備 他仍然重蹈覆车 但是事后就感到万分的罪疚 甚至憎恨自己 内心充满矛盾 他们会刻意忘记痛苦 逃避面对行为背后的深陈的问题 尽量去压抑感受来做防卫 这种就是今天整个世界充满了的问题 沉溺有五个阶段 首先是他有冲动 然后很焦虑 然后行为失控 然后得到满足 又短暂快感 然后最后又回到罪疚万分 循循患患 今天我们周围的人 你会看到这样的人 很多人在不同的事情上有沉溺 有些人是烟 有些人是酒 有些人是药物 包括是毒品 有些人就是另一方面是赌博 有些是购物狂 有些人是性的问题 好像今天强调性的沉溺 因为保罗特别强调性的沉溺 是今天面对人 人的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捆绑 所以我特别在这里做了少少的调查 当COVID-19出现的时候 社交距离 每个人在家里面 我听到有一个情况 就是网上那些叫色情的网站 突然之间 那些的浏览量爆发 就是说那些人是受到这些色情的网站很困扰 沉溺在当中 有一个的调查是这样说的 他说三月中以后 当这个社交距离出来之后 有一个特别的色情的网站就做了一个调查 他说在意大利3月11日封国那一天 他们的浏览量标升57% 接着3月24日英国封国 他们隔天的浏览量大涨26.9% 去到3月底印度全城封国戒严三天之后 这些浏览量 这个网站浏览量标升一倍 你就可以想象那种的捆绑和迷惑是多严重 这些情况对这个世界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 我想在这里讲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在很多年前 在《明报》专讯出现了一个 叫多重成人的青年求助的过案 这个过案是这样的 这位朋友叫Raymond 是一个假名 他患有多重的成人 他的年纪大约29岁 大学的时候开始沉迷浏览识情的网页 由起初每个星期2至3日 每日3至4小时 后期严重已经变成每晚不眠不休地看 长达7至8小时 甚至通宵达弹 毕业之后去从事文职 深受性隐的影响 没有精神专心工作 之后一次在超市忽然之间出现偷舌的人 冲动 偷了一些寿司 吃了之后感到很兴奋和刺激 自此每隔两至三天就尝试偷一次 严重的时候每日不偷不舒服 即使往后屡次所谓断正被人捉到 留了案底守行为仍然不能自白 原来一种人会引发另一种的沉溺 是很严重的 这些沉溺的行为是不能够 那些人是无法自拔 不能够正常生活 不能够正常工作 没有办法有正常社交 所以叫做隐蔽的青年 甚至驱使他们犯法都不能自拔 另一个人很出名 他就叫做Tiger Wood Tiger Wood就是哥尔夫球球坛的一哥 老虎活士 2009年就爆出了他有多宗婚外情的丑闻 其后更加传出他幻想了性的人 2010年他就进了Mississippi一个医院 接受性癮的治疗 去戒这个人 好像戒毒一样 他的丑闻 这种丑闻不但使到护士的形象插水 突然间有一个很高的道德高位 跌到跌破了底线 大大影响他在球坛称霸的地位 很多的广告都抽起了 原本他是当时全球最赚钱的一个运动员 他的广告收入很多 但是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赔上事业 也赔上他的家庭 他的婚姻 去到2010年的2月 他再一次在电视上公开向大家道歉 他这样说 他说我以为我可以为所欲为 而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因为我已经在社会上一个高点 我人已经名成利就 我感到我已经努力一生 配得享受我周围的试探引诱 这是我应得的 金钱名于谁手可得 女色随手可得 不过他最后的结论说 我错了 我发觉原来我好愚蠢 我真是一个蠢人 今日的弟兄姐妹 确实是 神都这样提醒我们 在以诛所书 以诛所书去到后面的那一段 我跟大家看一看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说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做一个愚昧人 不要做蠢人 要做一个当仗智慧人 光明之子应该在灵里面被光照之后 他应该 他的悟性打开 他应该成为一个熟灵的智慧人 智慧人应有什么表现 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 到第十八节就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他说你已经从这些捆绑出来 不要再回头 不要再去沉溺 不要醉酒 不要让那些酒精来操控你 酒能使人放荡 当你被他操控 你就失去常性 失去了理性 失去了那种道德的价值观 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弟兄姊妹我想和大家提一提 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提到呢 我想和大家一起读的就是 《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软被淫行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 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 不放重私欲的邪情 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第七节 神的旨意是什么 成为圣洁 软被淫行 保住自己的身体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所以你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被圣灵充满 我们要让神的灵充满我们 当圣灵充满一个人会有什么表现 圣灵的果子 圣灵掌管你的生命 你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是在表达节制 那个人是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意念 思想和行为 这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不是自己有的 你让圣灵掌管你 圣灵的节制就在你里面 你就能够活出这个节制的生命 最后我要跟大家说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他那里提 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和那清心讨告主的人 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 这方面叫我们不要和那些人 真的走在这些暗门的事的人 沉溺在这些淫乱捆绑的事的人 同流合污 你和他们要劃清界线 我们可以帮他们 不过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不是不传福音 不过你传福音 帮他们也好 你也要很小心 好像犹大书第二十三节说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搭救他们 有些人你们要传着懼怕的心 怜悯他们 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 也当嫌糊 意思就是可以帮他 可以传福音给他 不过你要保守自己 在圣灵当中 不要当你传的时候 被他拘捕你下水 你和他 最后是被他拘捕 成为他犯罪的捆绑 但另外你更加要 和那些清心讨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得人爱和平 一切同心 警醒的讨告 这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脱离今世的捆绑 逃出黑暗 进入光明的指引 所以鼎姐妹 我盼望今天 如果我们发现生命当中 仍然有一些地方 我们似乎 挥之不去的习惯是神起悦 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有能力去处理 我鼓励大家 去尋求牧者的帮助 或者尋求那些 清心讨告主的 属灵的弟兄姊妹 那些的长辈 和他们分享你的困难 然后一起同心祈祷 经历神的帮助 好 弟兄姊妹 今天我盼望 这段话语信息 成为我们 逃出黑暗 进入光明 活出神 而类的阳色的激励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汗 你的泪 你的泪 你的血 吸尽了我沉重的罪念 引我走 出世界 的黑暗 甚至共一 从此相伴 是我的名字 光明之子 从此是我的名字 任由你保学从家 素贵的名字 光明之子 注射喜爱的名字 每次世家 将热光 将热光 带进圆群里 你的汗 你的泪 你的泪 你的血 湿尽了我沉重的罪念 令我走 出世界 的黑暗 甚至共一 从此相伴 你的温和 her 中心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明之子 重新是我的名字 那用你保鞋中家 贖回的名字 光明之子 注射喜爱的名字 背起世家 将这花 带进圆寻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来是家事报告 首先是第一项25周年纪念品的派发 很欢迎弟兄姊妹 如果你仍未领取的话 可以在办公的时间 回到教会来提取 如果你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委托其他弟兄姊妹来代取 另外是圣诞鞋合送赠运动 每年教会都会呼吁弟兄姊妹来参与这个运动 当中我们透过圣诞鞋合送赠给第三世界里面的这些儿童 能够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 以及能够有机会认识到福音 欢迎弟兄姊妹回到办公室来提取 而可以直接在11月10日至22日交回收集署 在库冠林我们已经印在了一个教会 大家可以直接拿到那里 又或者可以拿到他们附近的收集署 第三项是洒水礼和转会 我们很感谢神在10月份的时间 我们已经举行了洒水礼和转会 来到当中有四位的顶姊妹来受洗 一位的姊妹来转会 请大家顶姊妹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 第四项是祈祷会 在这个时间我们也很特别呼吁弟兄姊妹 来为到这个世界现在的疫情仍然非常严峻 不断地扩散 我们来祷告怨神在当中来带领 呼吁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 第五项行政消息 在疫情的期间 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回到教会 来办理一些事情的话 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 预先来通知教会行政的同工 以及来留意安全的守则 第六项是全道部 将来举办一个疫症很轻松的呼吁讲座 在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两点半钟 欢迎弟兄姊妹来邀请亲友参加 我们已经将报名来上载在表格 在教会的网站 欢迎大家当中来报名 邀请亲友来参加 最后我们很感谢神 中瑞康弟兄和傅家恩姐妹 他们在十月十一日起获一位南英 他的名字叫做中文熙 我们很感谢神 愿神继续带领他们的前路 现在请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同唱三一众 山美山山万福之间 悲伤圣灵同山主眼 人生万观众山主明 真美成父圣子圣灵 阿们 给大家低头我们同心领受祝福 如我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尚与你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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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